请翻开讲义第38页 第23行 讲义是蓝色的那一本 昨天介绍了忍入波罗蜜分三个 第一个是指申要住持人 身对于内外的障碍考验都应该忍 第二类丁二 心住持人 心对于人对我们的毁谤侮辱 或是乃至于昨天讲的苏东坡 我少讲了一句 他那个师父啊 他一气之下呢 到了寺庙 寺庙的师父门关着 就写谢绝会课 写了一副对联 叫做八风吹不动 一副打过江 我昨天少说了一句 意思是说 苏东坡你认为你自己八风啊 这个所谓的好坏 恶名毁谤 苦乐呢 八风你吹不动 没有想到我一击你啊 你就一副呢 就打过江 他就从对面呢 气冲冲的搭着船呢 来找和尚理论的 这是有名的对联 八风吹不动 一副打过江 接下来今天要介绍的 第三类 法住持人 注意这里的人 是指心安住于法 如如不动 就像金刚经讲的 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这个叫法住持人 所以前几天有人说 到了极乐净土 或净佛国土 没有人破坏我们 那我们怎么修忍入波罗蜜呢 事实上极乐世界 修的是第二类 新住持人 第三个 法住持人 好请看 祭颂第六十一首 不于五重中 许我顿号及命向 身亦非我所 应之彼得人 不于在五重 五重是指六道众生的意思 因为有些经文讲六道 有些是讲五道 这里是说在六道轮回里面呢 不在所有的众生里面 执着的有我 还有对方各种生命的形象 身体也是如此 不能说我的身体 以及其他不是我所拥有的身体 非我所 一般凡夫我们都会执着我的东西 今天讲的这一段 请专心听 有一点深 因为他要讲到 你要修忍辱 外面的境界也好 你内心的烦恼也好 你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 这只是刚开始对峙的方法 但是你若真的要把烦恼给断尽 你要修般若波罗蜜 你为什么会气呢 譬如人家骂你一句话 你为什么会很不高兴呢 你会放不下呢 因为你觉得死要面子嘛 中国人就是很爱面子啊 哎呀我怎么可以呢 我的面子被他所谓的一片扫地呀 那你就会很气呀 所以你就会以牙还牙 对不对 所以中国武侠小说会常有讲 君子报仇三年不完 对不对 那就是什么 你执着有一个我被侮辱了 有一个我被伤害的 可是佛教徒不是这样 佛教徒里面我一开始讲 这一次讲座的第一次第一天 我就想要修般若波罗蜜 般若波罗蜜是佛法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 前几年呢 大概很多年前吧 七八年前或十年 然后台湾有很流行一部片叫 欠你幽魂 香港也有演 新加坡也有演 在电影里面呢 为什么能够想那些妖魔鬼怪呢 就是丢金刚筋 蹦一声 其实那个是电影 真正金刚筋根本不用丢啊 你念了波尔波罗蜜 一朵星经的经文的时候 你自己呢 进入无我的状态 或了解空性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魔 所以你要知道 佛法讲 我是不存在的 突然想到 可不可以谁帮我去拿一只大店的箱 就插在箱炉里的箱 快点 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拿一只来 随便的一只箱 已经点了箱 好 对对对 没关系 就插在箱炉里的箱 已经点了 我先讲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我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念头 看这里 我们有一点一点的念头 我现在念头用画的 看这里 好 请工作人员帮我点 对没关系 慢慢来别急 这样一点一点 你看念头跑很快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有没有看到 好像一个圆圈 对不对 我才跑快一点 你看 有没有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 待会我拿箱做举例 同样的你若去什么 迪斯奈乐园 你会看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电灯泡 它跑了很快 对不对 哇你觉得那个电灯泡 好像跑了像一条线 其实你注意看 你下次到了那个迪斯奈乐园 或到哪里呢 或是游乐场所 它有那个灯光的地方 一闪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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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前后两个按住 留中间 你看 事实上它只是在原地 一闪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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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当你两个手一放掉的时候 搁你的中间一个 左右各盖一个 你把它盖住 当你手放掉 你感觉 灯光它有在跑 事实上它有没有在跑 没有 它只是在本地上 一闪一亮 一闪一亮的 同样我们凡夫的念头 你早上起来 哎呀 好 香情赶快给我 不然我快讲完了 不用拖鞋 赶快进来 所以 谢谢 这是我临时想到的例子 所以 我们的念头就像这个香一样 好 你看这里 这是一点 对不对 但是我把它绕一圈 看这里 好 法师 你头可能要离开一点 你已经有三个头了 好 看这里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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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点 稍微一点 你就感觉有一个圆圈 就是这样 像我们呢 在过年的时候 放那个时候 烟火 有没有 蹦的一声 你看很漂亮 漂亮东西就消失了 谢谢 这个意思告诉你 我们无始节来 无量节来 我们都有很多的念头 我 我今天要上班了 我待会儿照顾小孩了 我今天呢 要赶快赚钱 下个月要缴房租了 明天有meeting 后天呢 我又要请吃饭 下个礼拜 我要带小孩去圣桃杀 你看 你有这么多的念头 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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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精进波罗蜜 跟禅定波罗蜜的时候 尤其在禅定波罗蜜里面 在定中你会看到 没有身体的 的确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坐坐坐到身体 有些人空掉了 对 你本来就没有身体 因为你的业 跟烦恼 你投胎的时候呢 你就执着有一个我 接下来你就想 小朋友有没有 我要上学的学校 不过这对小朋友讲可能很深 我要做的公司 我买的政府组屋 对不对 你们新加坡 你们新加坡怎么会取政府组屋呢 我们叫国民住宅啊 名称不一样 对 所以你看 我买的房子 我买的车子 当你的车子注意听 放在停车场 被人家一刮的时候 你就哎呀 我的BMW耶 对不对 快呀 50万新币的BMW 必然被人家刮坏了 问题sorry its happened 可是你执着呢 那个是你的 假如呢 你在停车场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车子被刮坏了 你说 那个不是我家的事 走吧 对不对 你看 你为什么会有两个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刮到你的东西 抢 占有到你的东西 侵占到你所拥有的东西 事实上 我问你 当你断气的时候 你BMW也不可能带走啊 除非人家 造一个 纸的BMW 念经会向你 你也不一定拿得到啊 所以可见的 注意听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注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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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我们人间啊 只是来做一场过客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 只是暂时借你用的 不要太计较 但听清楚 不要太计较 并不是叫你不要去努力 不要去工作 而是你努力以后 得到了是你的福报 得不报的呢 也是你的业报 所以不要太计较 有也没有关系 没有也没有关系 这样的想法呢 会让你断掉很多很多的妄想 分别 优历 牵挂 跟执着 这是佛 他为什么要讲 无我法的目的 外道没有讲 外道不管 一贯道天主教 其他的宗教 都有讲一个我 最后呢 就算你是由 印度教 比如说 师婆神创造你 或其他的宗教 上帝创造你 你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 但佛教告诉你 那个我的根源 本来就不存在 所以 你要想 我今天被人家骂了 我忍不下这口气 因为你又认为一个 有我 被伤害了 可是当你了解 事实真相的时候 本来就没有我嘛 对不对 你就随他骂吧 这样子的话 你才真的能修空观 知道吗 把所有一切东西 化为是无我的 苦空无常 无我的 所以这里讲 身也不是你的 身你所拥有的东西 也是暂时借你用的 那是业力而显现的 所以佛经里面讲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不管你一生 做过多好的善事 你有多好的房子 你是总统 或是你总理 你有多少人 送给你的古董 金银珠宝 没有一样带走的 这是真的 可是很多人就不相信 很多人觉得 管他的 我还是多留一个钻戒 好吧 对不对 我们总是舍不得 所以当我们佛教徒知道 无我 空性 跟无常的时候 不要只是脑筋之道 要心里真正去接受他 他才会有力量 否则 举个例子 我们很多佛教徒都希望知道 无常 无常 也都会讲 对不对 我上次六月份的时候 还为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 心苗般讲 一修和尚的故事 就是无常到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 虽然知道无常的道理 可是我们在内心里 还是希望 很多是长的 我们工作 永远不要变 对不对 薪水只能增加 不能减少 然后呢 可是你不知道 整个大环境 最近很多人来会课 都有很多问题 师父 我没有工作 我说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全世界都没有工作 你本来说 没有时间念经 那你现在没有时间 你现在没有工作 那你就不是很好 好好的念经吗 可是他心 还是不能接受无常 待会我会讲 精进菠萝蜜 三十九月讲完 下一页呢 就是讲精进菠萝蜜 可见 我们的凡夫都是希望 什么都是长的 英文讲 everything under the control 就希望什么都在 你的手掌控制当中 但是答案是什么 你要去努力 你要去规划 可是呢 当他变的时候 变不好 或变好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你的错 那是整个团体的因缘 所以 简单地讲 你了解了 我是不存在的 我所拥有的 也是无常的 这样你的心中 会比较有弹性 突然遇到 打击来的时候呢 你能接受 举个例子 我每天早上在观想 我在诵经禅修的时候 我都会观想 对啊 我虽然出家了 可能哪一天 突然一通国际电话来 就想 我妈妈走了 那说走也得走啊 那怎么办 哭也没有用啊 难过也没有用啊 我哭死了 瞎了眼睛了 还是帮不她的忙 反而是什么 保存你的精力 保存你的体力 做一些对我的母亲 或对众生有意义的事情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问 为什么 为什么 那是因为业啊 所以我们嘴巴讲 无常 无常 要用在内心里 去思维它 产生力量 就像一个正法的灯塔一样 光芒一样 当面对外境在变化的时候 你才能够接受 否则你会发疯的 你会觉得 哎呀 我学佛一辈子 这么虔诚 又做义工 又护法委员 最后我们家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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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业啊 了解吗 所以听闻空性的教法 是很重要 空性的教法 也不是刚开始 对初学佛人说 对初学佛人说 注意 不可以立刻讲空性 除非它术式的善根 因为你讲空 山也空 地也空 水也空 你也空 肚子都空空 那他就说 好了 那都是空 我就不要修了 那这样会变断见 所以佛 在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在金刚经他还没有讲 在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跟大波热经说 空性的教法 要对正性的佛弟子说 对正果的阿罗汉 乃至对初发心的大菩萨 以及不退转的菩萨 才能讲空性 所以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我的朋友呢 他很喜欢佛法 但是他最讨厌 什么 Don't tell me the doctrine of impotence 就是说 不要告诉我空性的教义 他们很怕听到 无常跟空 为什么呢 他说假如什么都空的话 那我这辈子努力 不是等于没有了吗 我说不会 你这辈子努力 就像影子一样 好的跟坏的 永远会跟着你 空并不代表 什么都没有 空是要破除你 对很多人事物的执着 比如说 很多人 当他退休的时候 老伴老伴 我们台语跟福建话叫 堪去尾堪去尾 对不对 总是要牵个 没有手牵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哎 奇怪 那我问你 好 一对老夫妇 白头偕老 到老的时候 他最大的打击是什么 突然一个人走了 突然一个人走的时候 他一生习惯有伴 然后突然没有伴 那时候他是最痛苦的 你知道吗 比方说我的外公跟外婆 他们两个人也是像 堪去尾堪去尾堪了 一辈子50年跟60年 他们大概 以前的人很早结婚 18岁还是20岁就结婚了 然后我的外婆很会生 生了七个兄弟姐妹 我妈妈是老大 所以我是长孙 那你知道吗 我的外公跟外婆 每天就是一起出去 同进同出 做生意 然后我们家还到新竹 飞机场旁边种稻田 你不要看我 只会讲经 我什么都做过 我在寺庙里 还会煮饭给300个人吃 你都不相信 对不对 但是现在不要叫我煮饭 我很忙 然后呢 你知道我也在寒暑假的时候 回到家乡去 跟他们割稻子 我们早上五点起来 就要坐着马车 牛车到田里面去 我们唱着三歌 再怎么冷的冬天 我阿公跟阿婆两个人 穿着雨鞋 雨鞋 进到田里去擦秧 全家人都不想去 他们两个还是堪臭 就这样子 就这样堪 看到最后我外婆生病了 死了 死了以后我外公就这样子 只有一年 像白痴一样坐在那里 哎 阿婆怎么转了呢 我讲的是客家话 他就说外婆怎么不回来呢 我天天在等她呢 怎么都没有看到她 然后呢 我的妈妈 我的阿姨舅舅跟她说 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不会来了 她说不会啊 她跟我一辈子 五六十年了 怎么她没有跟我讲再见 就没有回来了呢 我每天就坐在那边 等她回来 怎么还不回来 她就这样一年白痴这样子 这就是什么 执着 执着太深太深了 深到呢 你觉得呢 永远呢 她是不能失去的 那反过来说 万一我的外公先走的话 那我的外婆 一定也坐在那边 阿公啊 怎么转来呢 就是外公 怎么都没有回来呢 还有些是这样啊 举个例子 白法人送黑法人 很多阿嬷 或是做祖母的 很喜欢孙子 结果有些孙子呢 发生了车祸 car accident 或是去当兵的时候呢 不小心过世了 然后他就问 嘿 他怎么还不回来呢 那很难 你要怎么救他 哪个木头叫他 他昏倒来 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心中 不接受无常 他心中 永远认为是常的 所以这样的众生 是很苦 那你说 遇到这种众生 师父我们家人 就有这样子的啊 怎么办呢 那为了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吧 或念地藏菩萨 还有一个方法 他若不学佛 坐在他旁边 念心经 般若心经的功德力 念金刚经也好 慢慢慢慢慢慢呢 他有一天就会觉醒 人家有时候觉醒 会觉得说 对 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但是我跟你讲 他可能立刻就走了 为什么呢 前一个老伴走了 他觉得他自己 活在这个世间 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大家要先内心里 真正接受 佛讲的苦 空 无常 跟无我的真理 这是事实的真相 不是释迦牟尼佛 变来骗人的 不是 这是事实的真相 请看第二 六十二诵 若不见于我 即我所 顿好 即自信 便得无声乏忍 否则最安盈 假如有一个众生 他能够常常修空观 透过止观 修过忍 注意听 忍 忍入波罗蜜 若忍 忍久了 心住持忍 或法住持忍的时候 心安住于法 如如不动的时候 那时候是忍入 同时也是精进波罗蜜 我待会后面会讲 意念精进 也同时是禅定波罗蜜 所以一个人 假如动不动脾气 就很大的话 动不动不高兴 就发脾气的话 那你的心不定 你是没有禅定的 所以忍是很重要的 他说若有众生了解 能够用空观了解 无我 也无我所 那自信 他咱就会现前 慢慢慢慢 他就会证到 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八地不动地菩萨 叫无声乏忍 无声乏忍 简单的说 就是与无声无灭的 这个空性相应 忍 这里当心安住于法 如如不动 这个时候 佛弟子走到哪里 他心都会很安 一个有福报的人 走到哪里 他都不会怕饿死 一个心中有正法的人 他走到哪里 心都很安 假如你心不安 你恐怖不安 你有些人会认床 认床是一个睡觉的习惯 但是如果你心不安 你走到哪里 最好皇宫的床给你睡 你都觉得 皇宫外面会不会有土匪 待会跳进来 扛我的头 你看你的心 都是恐怖不安的 会想 人家会害我 人家会杀我 那个人会陷害我 其实这些都是 你自己的幻觉 跟妄想 这是你心中的烦恼 所以空性的叫法 在这一次 第二次讲座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请看第三十八页 第二十六行 于中 法助持人 是指对于内跟外 都要如实的按照佛法 去观察跟思维他 请看 物一观外境 外者表示外面骂我们的人 然后杀害我们的人 好他先讲 骂我们的人 骂利者 当别人骂我们 譬如人家说三字经 叉叉叉 这个只是声音 跟文字合合起来 同时呢 他不散 以刹那之间呢 当他骂完了 声音就完了 来法师再敲一下庆 谢谢他 昨天 再敲一次 咚 好 你看你现在听到庆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法师拿起来 拿了一个棒子 然后呢 他看准了咚打下去 这叫因缘合合 若没有人拿 我说来 请声音来 没有 对不对 我要请一个法师 他听到我的建议 我是命令 然后呢 他拿起来 敲了一声 再敲一声 试试看 好 这个声音有开始 就有结束 好 他的声音很长很长 拖到尾巴 消失了 所以这表示空性 假如他不是空性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房间会 一直没有停 那整个房间呢 我就不用讲经了 你就听不到我的声音 所以这个表示 声音是实在的 这种状况下 可是答案是 声音不是 音缘合合到 人家敲了一声 他就响了 所以告诉你 声音如空骨回响一般 经文写 声如响雇 空骨回响一般 不可说次第相应也 不可以说呢 哪一个声音 从先跑 或是哪一个角落先跑 声音是呢 你不可能分东西南北 当他一敲的时候 所有的空间 同时会响 当然坐在这旁边 可能靠过维诺的法师 他会听得比较大声 在角落的部分 可能会听小声 可是问题是 你听到声音 是同时听到的 知道吗 所以你仔细细想 从来人家骂你的话 过完以后 也没有了 但是我们凡夫若不了解 苦空无常无我的时候 老板骂你一句 或是先生骂你一句 太太骂你一句 或是朋友 讲你一句坏话 一辈子就记在那里 有人一辈子 可以恨他恨三十年 哇那执着就执着了三十年 再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因为心苗般 心智般 是我多讲故事 其实六度波罗蜜 有很多很多故事 以前有一个禅宗的师傅 他叫弟子 对不对 平常要严守戒律 男女受受不清 然后有一天呢 他的弟子呢 这个年龄 因为弟子从小 他是从小时候嘛 七八岁就出家了 是小沙蜜 然后慢慢长到了青春期 到了二十岁 他们都住在山顶上 山顶上以后呢 他觉得他师傅啊 觉得这个徒弟也长大了 应该带他去外面 见见世面 然后呢 就要磨练他 磨练他以后呢 然后呢 就走啊走啊 就说徒弟 哎 我们你从小啊 七八岁就来这边 现在二十岁了 也快十二年 我们都在山里面 今天师傅要下山去办事 我带你出去走一走 哇他非常高兴 因为呢 从来没有师傅 都带过他出去过 所以他今天非常开心 所以他就准备好 一路上要食物 结果走走走走 走到城里呢 他突然看到一个 哇他心脏就开始 扑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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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去 他就问 师傅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那师傅呢跟他说 那个叫老虎 老虎是指女人 对不起 然后呢 他就说不要管他 继续我们就过来 过来以后呢 回来一条的时候 因为突然下午下大雨 下大雨呢 经过一条河流 河流呢 有一个老妇人 她长得也很庄严 然后呢 她就这样 不敢过河 那这时候呢 她就问说 师傅啊 你可不可以救救我啊 帮我呢 过河 这时候呢 那个老的蚕食啊 一口气就把他抱了起来 就走过去了 然后呢 放下以后呢 然后呢 那个老妇人就谢谢了她 说师傅 谢谢你的慈悲 然后呢 很感恩 这么下大雨啊 我真的怕赶不回去 结果呢 你这样慈悲 这样帮了我 然后就过了 这时候她徒弟就动念头 哎呀 师傅你今天破戒了 你不是叫我男女 受受不轻吗 今天呢 一个老菩萨 你还帮抱着 还笑 微笑的就走过去了 结果回来呢 她就闷闷不乐 这时候 她师傅是有神通的 然后就坐下来说 徒弟啊 来 过来坐下来喝茶 怎么样 你今天出去开心吗 她徒弟绷了一个脸 她说我有很多问题 我说 我就知道你忘念很多 我现在来跟你聊聊 你今天出去看了这么多的人事物 你觉得什么东西 最漂亮 你最欢喜啊 她好不回答 她说老虎最漂亮 可见这是自然的 对不对 众生嘛 有情众生啊 对不对 看到漂亮的你 然后呢 她就会问 师傅你今天破戒了 她说有吗 我今天做了 又没有做 杀盗盈望久 我没有破戒啊 师傅你平常教我们 男女受受不轻耶 今天那个老菩萨 怎么你一抱呢 还微笑的就扛过去了 她笑一笑 她说不一样 我教你男女受受不轻 是戒律 可是这是耻舍律一戒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大雨 那个老菩萨 因为呢 水流很急 我们做一个出家人 当然要慈悲帮助她 所以我是 饶意众生戒 我就抱过去了 抱过去我就放下 我心中却没有女人 徒弟啊 你心中却抱女人 抱了一个都下午啊 你抱得比我还久啊 哇 这时候她呢 徒弟就忏悔了 原来自己不对 好 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 外境是空性的 你为什么要把她执着 放在你内心当真的呢 那个师傅很慈悲啊 当然事实上她没有破戒 她是一个菩萨 她真的以救度众生 对不对 她的心很清净 抱完了以后 她就放下 对不对 当然以现在来讲 不一定要用抱的方式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处理 不过这是古来禅宗的公案 可是她的徒弟却不了解 一切是空性的 可是她却把那个印象呢 觉得师父是破解的 那个女人呢 那个概念 抱了从下午一直到晚上 当她师父这样讲的时候 她才豁然开悟说 原来啊 她执着的 你看那个徒弟根本没有摸那个女人 可是她把那个女人抱在内心里 从下午一直抱到晚上 所以可见 执着一切是真实的 是痛苦的根源 从这里我们得到几个启示 若做错了 过去了就做去了 英文讲 Just let it go 若朋友对你不对 做错了事情 他跟你道歉了 你也应该原谅他 天底下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事 原谅别人是菩萨最高的美德 我再讲一遍 原谅别人是菩萨最高的美德 因为每一个人凡夫都会犯错 接下来再看经文 39页第三行 但可是啊 一般的凡夫啊 就不知道文字声音是空性的 一般诸凡夫有虚妄分别 就像我刚才举一那个小沙咪的故事 他虚妄分别 他心中就会起称心 不高兴发脾气 但是你若真正去思考 语言文字跟声音 他的自信本体啊 是你真正去思维 是了不可得的 这个叫做心随着而安住 不相违背 心有平等 接受一切顺利的境界 这叫法住持人 这一段很重要很重要 大家要常常去思维 刚才讲是骂人 好你想说骂人吗 就骂嘛 反正他没有伤害到我 那我还可以忍受 可是现在突然有一个 拿刀子来杀你了 你可不可以接受呢 由于杀害者 请看39页第六行 由于杀害者 所当做是念 生不是被杀害的对象 身顿号 假如没有心的话 没有心这里讲 没有心是指 no consciousness 没有意识心 身体若没有心的话 那他就像草木 像墙壁的影子一般 他是没有办法被杀害的 举一个例子 假如一个人现在死了 神是已经走开了 躺在那边 对不对 只有尸体 请问你会想 他会伤害你吗 不会的 杀害这个例子很不好 因为杀害别人 最后你也会被人家杀害 我就想到一个故事 讲六祖谈经 有一天六祖会能大师 他坐着 就吃完中饭 过午不时以后 他跟徒弟说 徒弟啊 来去我房间 拿十两银子来 放在桌上 下午会有人来 他徒弟就觉得奇怪 师父 你很少这样做啊 你为什么要把十两银子 放在那边呢 他说待会你就会知道了 你不要管 照我的话去做 他就到师父的房间 拿人家供养他的钱 就十两银子数着 他说师父放这里 不会被人家偷吗 他说不会不会 你不用管 走吧 结果他徒弟呢 就很好奇啊 因为师父从来 没有这种行为 他就偷偷走在 那墙角旁边看 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呢 突然啊 寺庙叮叮咚咚咚 叮咚咚咚咚 有墙盗抢进来了 一群的墙盗 官兵桌墙盗嘛 对不对 结果有一些强盗 有两三个 冲到寺庙里面来 冲到寺庙里面来 有两个人呢 看到慧主 六祖慧能大师 就非常的生气 拿着刀子去想杀他 六祖就说 且慢 我欠你的钱 但没有欠你的命 他说我过去是欠过你的钱 我钱已经放在桌上了 十两银子 你们两个拿去吧 但是你不可以拿刀子 他说这是佛门圣地 把刀子放下 他这样一吓了一跳 他说你认识我们吗 他说我认识你 但是你们两个忘记了我了 他就讲过去是他们的缘 过去是做生意的时候呢 他曾经欠他十两银子 没还他 他说你今天看到我 这么多的人里面 你看到你们两个呢 就你两个看到我就 非常的不高兴 因为过去的称心啊 你还在 可是我欠你的钱呢 但没有欠你的命 所以钱你拿去吧 刀子就放下 不可以在佛门圣地里杀人 将来你会堕阿比地狱了 结果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威德力啊 就震动了他 他们两个就立刻跪下来 然后我们讲放下屠刀嘛 也可能有立地成佛的机会 后来六祖呢就为他说佛法 说你不要一辈子都抢强盗 当强盗呢 你每天呢 你的心都在恐怖不安 你抢到了一些东西 你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所以你不要去当强盗 好好做佛弟子吧 后来他们两个真有善根 真的当天就皈依 就说那师父我皈依你啊 办理做师父学佛法好不好 他说好 六祖慧他就做三皈依了 讲这个例子是什么 我们心中要有定力 你看六祖慧能大师 遇到外面人来杀害你的时候 他的心很定 可是我们一般人啊 假如呢 你看到人家杀你怎么办 赶快打119 对不对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处理的方法 可是问题是 你心中怎么样除去这种恐怖不安 杀害别人以及被杀害的心呢 刚才讲 身若没有心的话 它就像草木一样 就像墙壁的影子 假如你现在对着墙壁的影子 拿一个箭去射 射到了影子 可是它没有伤害到你啊 同样的 当你了解空性的时候 它能就能这样 请看下面 心意非害者 以心它不是色相 是没有办法接触 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在第一地 波罗蜜当中 你会观察到 没有一个能杀的人 所杀害的对象 以及所杀害的众生 常常做这样思维跟观察的时候 你就看到呢 没有人能够伤害你 所以有些脸友会说 谁会杀害你 我恐怖地吃掉你 我幽冥界众生呢 钻到你肚子来 会吃掉你 其实那些通通都是妄想 那都是幻境 假如你心能够如如不动 堪能忍之 这个叫做法住持人 这是第一类 要观外境 不管是杀害的 或是骂力的 都是虚妄的 现在再来观第二类 物二 观内法 请看三十九页第九行 内者 就是观我们内法时 应该做如是念 底下讲的这一段呢 就是金刚经 金刚经讲 色受想行事 全部都是虚妄的 对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做如是观 就是这一段的解释 他说 请看经文 做如是念 色 我们的身体啊 你觉得是真的 再怎么漂亮 经过十几二十年 最后他像肥皂泡一般 从圆而起 就说 从你当爸爸妈妈 腹筋母血 还有你的神势 来投胎一刹那 你就在妈妈的子宫里 怀孕了 当你投胎出生以后呢 从圆而起 事实上你去想 谁来投胎的呢 答案是你的业 是你的心意识 他没有一个人 无动作者 就是没有一个人 在后面推你说 诶 明年你要长大 明年再长一公分 明年再长一公分 对不对 我记得我2003年呢 来的时候 有一个小朋友 叫Jeffrey 那时候他才七八岁 我在上了 大院地藏王菩萨的时候 在所有的人里面呢 他呢 达得最好 他很有善根 他希望出家 我也会栽培他 可是一眨眼你看 他现在已经十五岁了 你看 没有一个人 站在后面推你说 你长高吧 长高吧 长高吧 没有 没有一个动作者 那是什么 你的心意识 身心自然的成长 不自身故 你这个身体从哪来来呢 你也不是自己生的 也不是他生的 这有点生 有空的话 建议你去读 龙树菩萨的中论 不自身 不他生 它是空性的缘故 离开我跟我所 色是如此 接下来他讲 受想行事 也是如此 受感受 我们常常都会问呢 外国人都会问你 Are you happy Do you feel very happy 就是你今天高兴吗 你感觉愉快吗 感受 感受其实 也不太真实 现在的年轻人 都会说 你今天要做什么了 看心情了 看心情了 就是看你的感受嘛 我今天心情好 就高兴一点 心情不好 就不上佛学班 对不对 心情好 我就去上佛学班 今天心情不好 妈我生病了 我不想去上学 其实他是撒谎 所以可见我们的感受 也是会变的 外面热一点 你就感受不舒服 在冷气房呢 开冷气 开太强 你也会感冒 你的感受也不舒服 换句话说 你自己啊 都不知道 你真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你的感受 也是会变的 他讲 瘦如泡沫一般 水泡 如羊叶 羊叶是指沙漠里面 太阳光反射 瘦如此 行是你的念头 念头像芭蕉叶 芭蕉叶是比喻什么 注意看 芭蕉就是讲香蕉 你看哦 芭蕉叶 我们讲很多香蕉 香蕉你把皮剥下来 然后一层一层的剥剥剥剥剥 剥到你看 没有一个香蕉的种子吧 没有对不对 这代表没有实体 形如芭蕉 是意识心 你的刹那刹那之间 心的意识 就像河流的水 从上游流到中游 流到下游 都会变的 是如幻 从圆起故 它也没有一个动作者 是没有自身故 刹那刹那之间都在生灭 看这里 一谈指就生灭 一谈指就生灭 你看哦 我一谈指就过去了 还没有谈也过去了 所以我谈指 假如以现在来走 我没有谈之前叫过去 我现在谈指叫现在 谈了以后就过去了 所以可见 过去现在未来 它都在变的 就像河流的水一样 你说现在8点25分 8点24分就过去了 8点27分就是未来 所以讲过去跟未来 跟现在 其实是对我们的世俗地而说 世间生存的而说 其实每一秒钟 都包含过去 现在 雨夜 未来 为什么 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 所以它离我及我所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 请你上商业经社的网站 你的讲义上面 第一页都有商业经社网站 请你上网听 金刚经破空论 我足足在台湾讲了一年 空性的叫法是真的很深 接下来再看下面经文 39页12行 于中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色不是你 色也不是你 我所 注意听 请问哪一个是你 你说头是我吗 不是吧 脚是你吗 也不是啊 假如脚是你 那我请问 有些不小心呢 残障人员或发生车祸的人 脚断掉了 锯掉了 那应该是你就死翘翘了 可是呢 你看脚锯掉了以后 你说脚是你呢 还是身体是你呢 其实两个都不是你 那请问你在哪里呢 回去想一想 写下来 你在哪里 回去想一想 改天告诉我 你在哪里 哪一个是你 哪一个是你 你在哪里 答案下面已经讲了 于中 色不是我 身体不是你 色也不是你所拥有的 那你会说 师父假如不是我 那我现在摸我的大腿啊 我现在有手指啊 对不对 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你过去造业 然后业跟烦恼 来投胎 加上爸爸妈妈 腹筋母血 他呢 然后你投胎 进入他的子宫 接下来你就出生了 可是你以为 这个身体是你 其实这个身体 不是你 如是受想形式 都不是我 也不是我所 是不是我 是 是这里是指心意识的 心意识 不是我 也不是我所 此等诸法 从什么 从缘而生 所以佛法讲 缘起信空 若从因缘生 这是自然 他是自信 是无身的 若自信 无身 就没有人能害你啊 你能够证悟到这样的时候 人家啊 真正拿剑插你的时候啊 就会像魔术师一样 他插到的是影子 他插不到你的身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身 所以为什么在佛菩萨 有神通或很多故事 或是电影演的时候 佛菩萨都有千百亿化身 请问 你杀的是哪一个人 好 我再讲一个故事 嗯 今天讲了很多故事 有一天文殊菩萨 在印度的时候 那 结下安居啊 结下安居就是出家人呢 这个四个月的呢 三个月结下安居的时候 是不可以离开的 因为你必须要住在 一个地方 听佛说法 印度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都要把 所有弟子呢 召回起来 平常弟子都可以 脱波 或去弘法 结下安居的时候 是因为印度是语记 所以出气容易伤害众生 还有 这个也是算 佛门的在此进修 然后佛陀会把 所有的身文众 菩萨众 大弟子 通通都召回来 佛重新对他们 讲经说法 然后禅修 可是文殊势利菩萨 为了去度一个众生 结果呢 他今天呢 就没有听经 就他就出去了 出去回来以后呢 家设尊者就很不高兴 嘿 这个人出去 没有请假 结果这时候 他就 他是身文中的长老 那以戒律 身文戒来讲 他可以处罚人 这时候 文殊势利菩萨回来 他就很不高兴 他说 大德 你今天没有出去 你出去没有请假 现在是节下安机啊 文殊菩萨说 我去度众生啊 他说不可以啊 你度众生没有请假 你违反身文戒 结果呢 这个 家设尊者就拿一个 禅棒 要打文殊菩萨 一打 文殊菩萨变成千百亿画格 他说你要打哪一个文殊啊 听懂吗 听懂这个故事吗 所以就告诉你 就是说 没有错 以身文律来讲 要节下安居 出去要告假 要请假 这是僧团的制度 就跟规矩 就像公司行号 你要出去 可是文殊菩萨 他是大智慧的人 他并没有破戒 他没有破摄律一戒 他是守 摄善法界 跟饶意众生界 所以他就偷溜出去 他溜出去不是玩 他去度众生 结果那个众生 被他度了以后 就开悟了 回来呢 家设尊者不高兴 就拿锤子要打他 他就执着有一个 我可以打的人 一打 哇 铁锤没打到呢 锤子没打到 文殊菩萨变成 一千个一百个 文殊菩萨就笑了 你打哪一个文殊呢 这就是小城 跟大城不同的地方 所以事实上 我们是无我 无我所 一切法是 缘起信空的 到这里 多一个结束 请看丁氏小杰 如是常常观察 你内是不存在的 外是不存在的 都是缘起信空的 一切诸法 都是自信而生 都了不可得 所以这叫做 法助持人 若圣弟子 佛弟子在身心当中 常常做如是观时 你会常常升起 般若般若密的智慧 假如你不能够这样做观 建议你先念 二十一遍般若心经 或念一部金刚经 然后再静坐 你就会求佛菩萨 让你升起这种般若空慧 这个要常常练习 这个答案叫做是 顺无声乏人 到这里说明了 略说禅提波罗蜜 如经中他有说非常的多 而圣者 圣者就是指 龙树菩萨 也在前面 引了很多很多的祭颂 菩提之良论 终于第一卷 上一次到这一次 上次四天 这一次花了六天 我终于十天 讲完了第一卷 接下来 在这里 我再讲一个故事 释迦摩尼佛 多生多结 修安忍波罗蜜 有一天 释迦摩尼佛 有一世当行进仙人 他在修禅定 也在修忍辱 他修行得非常非常好 他身上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震动了三千大千世界 这时候天上的魔王 波寻魔王 也就遇见 第六天的魔王 他就非常害怕了 他讲 释迦摩尼佛 修持太殊胜了 他呢 快要超越六道轮回了 补充一句 刚才的讲义 可以工作人员 请不要收 送给他们 因为将来听经 还要复习 你可以写上你的名字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波寻魔王 就非常的紧张 就派出五百个精怪 有射箭的啦 有恐怖的啦 有青面獠牙的呢 就呢 在五百年中啦 昼夜不断呢 就跟着这个叫做 行进仙人 从早到晚就吓他 出一些声音 恐怖吓他 可是呢 释迦摩尼佛啊 从早到晚 行住坐卧的时候 他知道 但是他不理他 注意听 他知道 但是他不理他 他知道一切都是 如梦无患的 没有人能伤害得了我 我也不会被人家伤害 所以那些妖魔鬼怪呢 就没有办法 这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气 就站在旁边骂 肮脏的话骂他 他骂他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 也没有把耳朵这样塞起来 他知道声音 也是虚幻的空性 这时候那些五百个魔 就更生气 他说 出声音骂他也没有 吓鬼脸给他也没有用 那怎么办呢 他们呢 讲他 哇糟糕 没有办法了 但是呢 这个释迦摩尼佛 行径仙人呢 还是以慈悲心对他 从来没有出一点的恶心 乃至晚上让他睡得不好 然后呢 故意呢 搓他的屁股 捏他的脚趾头 佛陀呢 都无所谓 他就觉得 声是假的 随你爱怎么样 所以他观这些人呢 这些可怜的鬼啊 或幽冥界众生 或魔王所派出的五百个精怪啊 他觉得呢 这些人呢 也有是有佛性的 他们很可怜 很愚痴 这时候他就发愿说 我将来在行福萨道的时候 刚强难化 难调难服的众生呢 我发愿要度他们 而且我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度了这些妖魔鬼干 结果这么一发愿以后啊 释迦摩尼佛的心中放出 广大的慈悲心的光芒啊 那些妖魔鬼怪就不见了 因为嘛 这叫慈悲三昧的功德力 又有一事 释迦摩尼佛曾经做外道的先人 叫做忍力 他修行叫忍入波罗命 叫忍力 忍入了忍力量的力 他自己发愿 永远啊 不对众生起任何的称心 这个很不容易哦 不管人家对你好跟你不好 就是他永远不对任何一个众生 称心 当时有一个魔王啊 看到释迦摩尼佛 他叫忍力 修得太好了 他就很紧张 专门呢 用不好的咒术 诅咒他 以为他下毒 下毒 妄语 骂他 甚至呢 还在大庭广众呢 说他的坏话 可是呢 这个释迦摩尼佛 叫忍入忍力的这个菩萨 他呢 心中还是如如不动 八万四千年啊 他都不动 甚至呢 这个先人到这个城市里面 因为那个魔王 看他实在太厉害了 竟然拿粪便呢 当着他的脸啊 泼他 他也呢 就擦一擦 不生气 他就走过去了 因为他长久 长久发菩提心 专门修忍入波罗蜜 所以没有想到 刚才那五百个精怪 还有专门破坏他的魔王 反而呢 反过来啊 对他非常的恭敬 他觉得 这个人实在太了不起了 一般人被人家骂一句 被侮辱一句 或诅咒一句呢 一定是非常生气 反正要以牙还牙的 结果没有想到 忍力这个菩萨 就是释迦牟尼佛这全身啊 他非常的了不起 他忍入的功德力呢 禅定功德力非常深 所以后来这些妖魔鬼怪 反过来对他升级了 一 很强烈的信心 第二个 到他面前跟他忏悔 第三 还拿很多香花灯果竹 来供养他 最后他还请忍力菩萨 为他说法 最后呢 这些人竟然就跟忍力菩萨 一起出家修行 而且发无上阿诺多罗 三秒三不提心 一起修行而成佛了 当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个故事 就说 各位善男子善女人 你知道这个忍力菩萨是谁呢 就是我 释迦牟尼佛 那专门喜欢那个恶意魔王 破坏我 身世身世专门捣蛋的是谁呢 就是提婆达多 所以说提婆达多 在佛成佛的时候 他为了嫉妒佛陀 他有名声 有很多的僧众 所以他就故意呢 破坏呢 佛的僧团 所以他生生世世呢 是佛的这个呢 这个 作为障碍者 从这故事里面得到几个启示 请注意听 第一个 学佛弟子 不要跟人家结恶缘 有缘没有缘 忍入退让一点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不要跟人家结恶缘 听好很重要 尤其你如果跟人家结了恶缘 对方诅咒你 或骂你 或伤害你的话 那这个恶缘会生生世世跟着你 这是不好的 第二个 反过来应该修 广结清净的善缘 就像各位来个佛堂 海英古斯一起学习佛法 或来上佛学班 这是多生多结的善缘 你想世界这么大 大家会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新加坡 新加坡有东南西北 有这么多四百多万的人口 今天你会聚在一起 相互认识 一定是有缘的 所以要结清净的善缘 清净的法缘 第三个 要效法 释述 释迦摩尼佛多生多结 修忍入波罗蜜的功德 好 忍入波罗蜜讲到这里 菩提资良论卷 第一卷 剪完 接下来请看 讲义 第四十三页到四十七页 是第二卷全部的科判 这是我做的 希望对众生 对政法 有一些利益 好 现在请翻开 科判总表 第四十三页 若没有讲义的话 请举手 工作人员会给你 请看四十三页第六行 依前面来讲 前面讲完了第三个 忍入波罗蜜 第四个 精净波罗蜜 注意听 我科判先讲重点 精净是对之什么 懈怠 有些人学佛 他很愿意持戒 不失忍入 可是呢 他喜欢舒服 动不动呢 念一部精 哎呀 够了 我今天很用功了 我是菩萨摩赫萨 够了够了 再送一部 哎呀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老了 很热 对不对 要喝一点凉水 这种太懈怠了 所以精净的目的 注意听 精代表 纯一而不杂 净是指是只有 进步而不往后退 这叫做精净波罗蜜 是对质我们的懈怠心 为什么呢 假如我们懈怠的话 我们就不会增长自己的善根跟功德 还有你若懈怠的话 你动不动做一件事情 有头无尾 你就会放弃 在世间做工作 有头无尾的话 一个project 你也赚不了钱 那何况要成就无上的佛道 要有精净波罗蜜 这样 接下来再翻开 第44页 对不起 直接就讲经文好了 后面 从43页到47页的科判 请你自己看 请看翻开48页 好 请看48页 先看科判 精净波罗蜜的定义 第二 三种精净 在48页第九行 先看科判 待会再讲经文 第三 恶立精净 好 精净波罗蜜是它有它的定义的 任何一个东西 你都要弄清楚 它的定义是什么 第二 三种精净 是偏重在自立而说 身精净 口精净 跟意精净 丁二是偏自立而说 有些人很精净 可是他还是很自私 只会自给 你跟他说 我为别人做一点功格 他说 我很忙的 我没有办法 你自己吧 帮你自己 所以有些人他很精净 但是还是有一点我执跟自私 丁三 二立精净是 自立立他都同时精净 丁四是菩萨道的精净 在这里待会你会看到 菩萨真是很难做 要做三十二种精净 丁五 丁五在四十九页第三行 丁五是重颂 佛奖金会用长行文 也会寄颂 同样的龙树菩萨 他有长行的注解 也有寄颂 所以重颂就是用寄颂 再重塑一遍精净菩萨蜜的重要 好请看精净菩萨蜜 第四十八页 第五行 已解释了忍入菩萨蜜 现在开始讲精净菩萨蜜 刚才我讲什么叫做精呢 唇一而不杂 因为我们的凡夫心都很散乱 东抓西抓 东抓西抓 所以你才从不失 持戒忍入精净的时候 当精净的时候 目的是要让你的心 要确定一个方向 叫做one direction 那这是什么方向呢 就是成佛广度众生的方向 这个方向 你要深深适适都不动摇 有些人他学了佛 过了几年也会变外道的 有些人呢 学了佛教徒 最后呢变基督教徒的 也有学了佛呢 变成回教徒的 都有 在无有穷尽里面 若你精净的方向 变动的话 你是会放弃佛法的 你不要认为不可能 我认识一个朋友 对不对 他这一生非常的精净 对有一次他做梦 梦到他前世就是回教徒啊 而且杀了很多生啊 所以这辈子他病动很多 他自己做梦梦到 他后来跟我讲 师父这梦的真的假的 我说很不信 It's true 是真的 因为从他的恶习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他这辈子呢 还有很多 回教徒的朋友 为什么 他前辈子也都是回教徒 可是他前辈子的前辈子的前辈子 是佛教徒 因为他自己做梦看到了 所以精净是指你成佛度众生的方向不动摇 请看经文四十八页第六行 永见体相 你的心要有勇敢 而且很勇猛 各位看过 常常赛跑的运动健将 他的身心都很健康 永见是说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呢 要很勇猛 很要健康往前 视为精净 于中诸菩萨 从出发心一直到究竟觉场 究竟觉场就是究竟成就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时候呢 建立一切菩萨的六度万行呢 要跟菩提分相应 简单说跟菩提分相应 就是要跟觉性相应 所以你听经文法是很重要 因为唯有听经文法 你才能够判断自己 到底走的路是对或是不对的 这叫与菩提分相应 好他又讲 身口意要做善业 这是基础 证明精进波罗蜜 幼父若语诸凡夫 即学跟无学 学是初果二果三果 无学是四果阿罗汉 身文读觉等不共精进 就是说菩萨的各个 我们讲六度波罗蜜 菩萨的精进跟凡夫啊 跟身文成的精进呢 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特别菩萨道有三十二种精进 所以简单的说 这个精进呢 跟般若波罗蜜相应 所以它叫做精进波罗蜜 接下来